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己写过一个好玩的讽刺诗 我一开头就写 我的生活烂透了上一首诗 可能我自己应该是比较烂的诗 可是我觉得重视烂诗它也是有趣的 因为其实就是沧桑 其实就是生命千尝百孔 如果你能锻炼出精彩的东西的话 它就是诗 是写诗的话 应该就是会起高 会有很快速的时候跟很慢的时候 就会叨叨叨叨叨慢下来这样 因为我有时候非常颓迷 有时候非常高亢奋 然后我希望应该就是很荒淫五度一点 这样比较好 如果我变成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很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很在乎情节 我很在乎异象 我很在乎结构 我想要一切都是漂漂亮亮公公整整的 然后没有太多犀灰的形容跟描述 但是它是靠人物的行动跟表示 让你感觉到人类是什么 那种很强的冲击感 我们用让大家玩耳一笑的方式来发现 这个是值得批判的 还蛮多这样子的作品 然后我其实也是这样 我现在可能希望我是 我是陶渊明 我是王伟 然后或者是我是那些日本的牌具 就是 我希望卸下所有的那些所谓 可能以往人们独我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历史啊 或者是社会运动啊 或者是要去反映现实的期待 我希望我可以丰富有趣不受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一直在追求的就是无法被定义 我希望我可以被去脉络化的被理解 我没有办法去想 我如果是作品 我会怎么被读 因为我没有那个感知 就像假设我用火焰做比方好了 火焰在燃烧的时候 我能够去解读火焰 但我如果作为火焰本身 我是燃烧啊 我是燃烧本体 燃烧有感觉吗 燃烧在意 它在取暖对方 还是它在毁灭对方吗 火没有意志啊 我会希望自己像水 就是今天它可以被放到任何的空间 它可以被放到任何的容器里 它都可以成立 然后它今天如果被蒸发了 它也还是存在在这个空气里头 另外我觉得水 它也可以就爬坡到地上去 然后它也可以 当你看着这滩水的时候 它也可以同时映照自己 就如果说有一首诗可以描述我的话 诗来转成它来读我的话 我会选帕斯这个诗集的其中一首诗叫《镜子》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写的小说也很像一面镜子 然后我这个人也很像镜子 就是走在虚跟死 就是镜子的虚跟死我的两端 我经常是这样子的穿越 就是有时候穿越到虚的部分 有时候回到我的当下的现实 就是我闭上眼睛 我的眼皮永远没有办法静止 脑袋是在不停地 快速的 零碎的 散乱的 不停地 在冲击你自己 所以如果要用诗来描述的话 其实我会非常想要 一天描绘自己一次眼睛正战时候的色彩与内容 第二天描绘 第三天描绘 你不断地在每一次眼皮正战的时刻的思所想 画成诗句变成日记 以一天一句的方法一路排列下去 这就是我的存在 因为我们几乎的氏 memb会议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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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辖 甚至是为了家庭